七獨百福國中禮堂裡面吸引排隊等待健康篩檢的民眾 可見民眾對於了解自己健康檢查的重視 隨著大家越來越重視自己的健康 基隆市政府辦理的社區和家歡健康篩檢活動 同樣受到年輕市民朋友的重視 5月份七獨區第一場辦理在百福國中活動中心的和家歡健康篩檢活動 就吸引非常多年輕市民踴躍參加 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正更親自到現場關心 主辦單位七獨衛生所表示 下一場和家歡健康篩檢活動時間在6月16號 在七獨火車站舉行 歡迎涉及基隆市年滿30歲以上的市民好朋友都可以參加 現在是基隆市市區和家歡檢查 只要符合基隆市民30歲以上的話 就可以歡迎來做健康檢查 因為現在慢性疾病的年輕也已經年輕化的趨勢 所以只要我們是30歲以上都歡迎來做健康篩檢 社區和家歡健康篩檢活動包括慢性病、高血壓、高血脂和糖尿病以及腎臟病 代謝症候群、胸部X光以及子宮頸癌、婦女乳癌、大腸直腸癌、肝癌和口腔癌等篩檢項 今年由七獨醫癌巡負責總共有423個人參加這場篩檢活動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